美國總統拜登上星期 在波蘭發表演說 說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應該再掌權 引起了連串的外交風波 拜登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 也回應事件說相關的言論 並不是美國呼籲改變俄羅斯的政權 他也不會改變對俄的政策 他說自己在探望烏克蘭的難民之後 想表達他個人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道德憤慨 拜登失言不僅要白宮幫他急急補獲 就連馬克龍也要急急割席 說自己不會用這種語言 因為法國仍然要跟普京總統交談 馬克龍又自問自答就說我們集體想要達成什麼目標 我們是想要阻止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 不打仗不升級 這個是目標 有人就說馬克龍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台灣學者賴岳謙說得比較詳細 他說如果馬克龍不澄清 法國在俄國境內的商業 和外交活動 法國的鑽莫斯科大使館的活動又怎麼算好 普京政權是沒辦法分辨到 究竟你們法國和俄羅斯的政商 文化界的接觸 是不是打算推翻他的政權 尤其是美國是法國的盟友 美國有一些 曾經顛覆他國家的一些不好的經歷 所以拜登這番說話比較嚴重 拜登我自己覺得他作為總統 近期開始玩起人生的侮辱 先說普京是戰爭罪犯和空殘的獨裁者 然後就說普京是屠夫不應該繼續掌權 如果你心裡面這麼說 但你作為一個領導人 也沒辦法要這樣 應該說不應該 直接去批評人家 尤其是對方覺得是一個大國的領導人 當然你私下這麼想是另一件事 據報就說普京私下對拜登的言論相當不滿 我認為也很合理 也很簡單 因為戰爭持續了這麼久 拜登總統一定身邊有官員 跟他說俄羅斯政權 和俄羅斯國內的一些不滿的情況 這些大家都明知道很大機會會在拜登旁邊發生的 但是就不應該爆響口 打開口牌 說回為什麼普京會介懷 我認為和一件事都有關 普京在1999年8月出任俄國總理 他就在千禧年3月擔任總統 剛剛好就是1999年3月 就是他前一年 就是他大概出任總理 前半年左右 北約對南聯盟發動空襲持續了78天 包括使用 朋友彈 導致當地民眾容易出現癌症 當時的領導人米諾瑟維奇抵抗無力 只能夠接受妥協 從科索玉撤軍 導致科索玉期後分離 米諾瑟維奇就被海牙國際戰爭罪行法庭列為戰犯 被控在三場戰爭中犯下了66項的罪行 當時南斯拉夫憲法法院宣佈南斯拉夫國內的法律 禁止引渡本國公民到國外受審 並且凍結任何引渡米諾瑟維奇的事項 但事加一年在2001年4月1日 南聯盟國內的蔡爾維亞總理阻攔 吉吉指揮警察 拘捕米諾瑟維奇 用國內法對他控罪 在2001年6月 南斯拉夫宣佈可以將本國公民送到國際戰爭罪法庭 交給海牙國際法庭去處理 一個星期內米諾瑟維奇交給海牙 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被送上國際戰爭罪法庭的前國家元首 在2006年3月 普京也在做俄羅斯領導人 米諾瑟維奇被發現在海牙的基留中心 牢房的床上死亡 根據各國通行的刑事訴訟法 犯罪嫌疑人在患重病的情況下應該保外就醫 如果公訴方或法庭認為犯罪嫌疑人 社會危害極大 不得保外就醫 就應該送到監獄的醫院住院去治療的 直到病癒 或者是病逝在監獄醫院的病床上 但是當時的監獄醫生就不認為米諾瑟維奇患了重病 馬諾瑟維奇就被海牙的國際戰爭罪行法庭列為戰犯 被控66項的罪行 也要說回 他開心的時候罪名包括戰爭罪、反人類罪、種族屠殺罪 理由包括西方媒體報導說 科索旭有好幾個萬人省 都是在科索旭戰爭期間發生 甚至有美國媒體報導說有30到50萬的亞族人被殺害 但是有人一直批評說 其實事實上去到2019年 近來的數據 科索旭的全部人口 不過是200萬出頭 不知道上世紀科索旭有多少亞族人 如果30到50萬亞族人死亡 也相當誇張 是不是呢 馬諾瑟維奇也一直訪問所有的指控 但是因為 也沒什麼用 他已經被西方籌禁住了 也要說說 有人認為馬諾瑟維奇是畏罪自殺的 馬諾瑟維奇的夫人就指責海牙國際法庭 謀殺了 她的丈夫 因為馬諾瑟維奇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 長期的牢獄的生活和巨大的心理壓力 導致她的健康情況急劇惡化 也導致在審訊期間多次要中斷 也導致這宗審訊比較長時間 儘管海牙法庭聲稱馬諾瑟維奇自然死亡 但是根據媒體的披露就說 米諾瑟維奇的遺言裡面 就指控海牙法庭向她下毒 而且毒藥就混在一些可以治療在麻蜂病的藥物裡面 就是說有人偷偷地在她一些藥物裡面去下毒 各有各說法 無論如何也好 但是詭異的就是 在米諾瑟維奇 死了大概10年左右 也在2016年 海牙法庭突然宣告米諾瑟維奇沒有罪 相當詭異 就是你又說她有罪 然後10年後說她沒有罪 有人認為米諾瑟維奇是英雄 西方國家和媒體 就指責米諾瑟維奇是巴爾幹的屠夫 大家不知道怎麼看 情況是不是有一次 現在普京的情況 都被一些 比如拜登的領導人說她是屠夫 所以你說當時 剛剛做了俄羅斯總理 然後再做總統的普京 她怎麼看米諾瑟維奇的答案呢? 現在拜登的言論 會不會令到普京又聯想起米諾瑟維奇的慘況呢? 我相信答案也是不言而喻 然後說第二個話題 就說 紫董、抗威、不董、變通 有三位女高官現在掌管德國的國防 也在證 默克爾的外交政策是多麼出色的 說回德國 生暗總理索爾茨打破了 二戰之後的德國和平主義 宣誓重振國防 而這項重大的責任落在三位女性領導人身上 分別是國防部長南部萊希特 外交部長貝爾伯克 也有內政部長廢失 這是德國史上第一次負責國安的三大要職 都是交由女性去擔任的 雖然德國的女強人當家這個現場仍然是 德國政壇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但是貌似是他們都沒辦法去延續 德國鐵娘子默克爾處事的風格 國防部長南部希萊特自豪說 德國是烏克蘭最大的武器供應方 並且為軍費提高到GDP2%以上的計劃辯護 說我們必須向生活在和平歐洲的想法說再見 但是他之前堅持不希望德國和俄羅斯合作的北溪2號天然氣 管道是捲入烏克蘭的衝突 所以被人笑他就沒有腰骨了 外加部長貝爾伯克 我也不用多說 大家都很清晰 被人笑他也沒什麼腦 各有各講法 因為他始終只有一個新人 可能都是在這方面的知識水平 未去到領導地位 德國的內政部長 都被人批評的 他也說自從開戰以來 他們看到很多俄羅斯的假信息 宣傳烏克蘭必須被解放 三位德國國防的高官 都是說一些類似的言論 都是令人比較擔憂的 不單止他們 德國的 巴登 扶騰堡州的農業部長 在這方面 豪克竟然很硬氣地說 很強硬說 如果在無衣 如果你在冬天穿無衣的話 你可以承受到零度以下的溪溫 沒有人會因此而死亡 在這個情況下 很多人就在想 如果默克爾還在領導德國和歐盟呢? 很可能其實不會發生到今天的局面 說回默克爾在位期間 他給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一位務實的德國總理 在處理外交的關係上 作出一個正常對於利益的正常選擇 但是在今時今日的情況下 他的正常選擇顯得更加出色 主要是因為同行 包括他現在的女兒的繼任人 高官 還有索爾茨等等 這些同行襯托 就是說德國有些政客就不正常地說 說回默克爾 原來他以前是來自東北的 在基民民 普通的黨務工作者開始工作 由黨務工作做到德國的總理 在十幾年執政的新年裡面 他克服了很多困難和錯誤 也放棄了所謂的價值觀外交路線 就是說 我們堅守價值觀 經濟上就不要去想太多了 價值觀是最重要的 他是放棄了這種想法的 讓德國 以及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市場 中國 以及最大的能源供應國 俄羅斯 都保持了一個良好的合作關係 確保了德國自己的自身利益 最大化 這是默克爾年輕時候的一個形象 他讓德國留下的最主要的政治遺產之一 就是北溪二號天氣管道的項目 剛剛好在2021年9月度員工 與德國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幾乎是相同的 他將管道開通儀式交給新總理去完成 結果就是德國的新內閣成立之後 新任副總理兼經濟氣候部部長羅伯特 就是綠黨 就是同一個佩爾柏克 都是同一個黨的 因為綠黨是雙主席的 羅伯特就說 北溪二的天氣管道 是一個地緣政治的錯誤 很多人都在想 默克爾也用了很多年時間去辛辛苦苦從俄羅斯 得到這麼好的政治經濟成果 竟然一轉眼就變成一個錯誤了 貝爾伯克 即是外長 他公然宣佈德國不會批准管道開通 至少要到2022年6月份才可以審議 他對他自己外交的能力很有信心 說自己最大的外交資本 就是毫無外交經驗 就是這麼說話也說得出 接著他以一宗 2019年的刑事案件 就是一個俄羅斯籍的男子 在德國 殺害格魯吉亞籍的男子 為理由去驅逐了兩名俄羅斯的外交官 俄羅斯之後宣佈反制 德俄的外交關係突然降到冰點 大家要記住 這個時候還沒有一些俄烏戰爭爆發 俄羅斯特殊的軍事 特別軍事行動等等 是沒有的 但是那時候已經罵得這麼僵了 你想想 你想想 克爾留下的北稽爾項目 其實德國是一個最大的受益方 第一就是他能夠在俄羅斯那裡拿到又便宜又多的天然氣 第二又可以繞開烏克蘭的管道 避免了能源戰力的風險 第三就是德國如果可以做了一個天然氣的中轉方 就是他以後對歐洲國家擁有隨時刪天然氣 就是雜瞞的能力 第四就是避免在極端的時候受到美國能源的威脅 就是美國有時候也會去恐嚇你 第五就是德國增加了他自己對俄羅斯的影響力 怎麼看也好 德國其實是一個最大的受益方 為了向美國展現德國開通北稽爾的決心 以及鞏固德俄的合作關係 克爾就很懂得做人 他離任的時候 就是離任之前大概 他就突然去到莫斯科跟普京道別 你看普京實在多開心 普京也是再次向他送上鮮花 和他舉行了近三個小時的會談 議題主要是講一些俄德未來的關係 新冠疫情的防控 阿富汗的局勢 明斯克協議和北稽爾號 克爾就對阿富汗局勢表示難過 但是他就說自己和普京都對德俄進行了建設性對話感到非常高興 克爾作為莫斯科又很懂得做人 他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犧牲的戰士的無名烈士霧 獻上鮮花 以是重新德國對二戰歷史結果的尊重 同時表達出他反對納粹的立場 這就是克爾當時的做法 然後他又去華盛頓 就向拜登道別 拜登在聯合記者會上說到中國和香港的問題 克爾就選擇避開了香港問題 都是說如何和中國展開合作 大家看到克爾作為一個德國當時的領導人 在對美、對俄、對華的關係上 他就很有技巧地去處理 雖然他在2015年歡迎敘利亞難民的政策 就被不少人批評了 但是整體上 麥克爾的執政是相當高分的 大家想想 在烏克蘭問題上 如果麥克爾在2014年的克里米亞半島事件中 他堅持可能要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到那時候可能德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就會崩盤 就不會有之後的不啟意好 德國事實證明 麥克爾這個外交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走極端 這個協議也 他做了2015年的明斯坦協議 這個協議也向美國人表明 歐洲的事務應該由歐洲人去解決 歐洲人有能力去處理 他也在2019年的12月 也特意帶上烏克蘭的新總統 習年斯基跟德俄法的領導人一起開會 我真的覺得麥克爾真的很厲害 他差不多就快要卸任 2019年 他卸任前兩年 他也知道自己事日無多 就快要下台 要做正常人 普通人 他也可以叫德國、俄羅斯、法國領導人一起開會 他向烏克蘭表態 他說為了德國工業的未來 北溪二號必須要蓋好 為了照顧烏克蘭的利益 他也說 澤連斯基政府可以繼續使用舊的管道 去獲得過境費 普京也同意了這個做法 因為可以確保俄羅斯 可以源源不絕地得到資金 又可以避免烏克蘭的管道受到威脅 法國為什麼他要找法國呢? 因為法國 也是聯合國的五常之一 歐盟的雙客 就是德國和法國 當然要邀請馬克龍 作為當事人 可以看到 麥克爾心思是相當勢利的 德國單憑自己的力量 是沒辦法去對付美國的 麥克爾就必須在歐盟之外 去找一些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去聯手 去抗衡美國 他尋求的方法都是比較合理的 也符合德國的利益 但是沒想過 卸任了也可能不夠半年了 差不多了 也不夠半年 現在那群德國的政客 包括女政客 新任總理索爾茨 摧毀或近乎摧毀麥克爾的遺產 我真的覺得 希望德國領導人 可以英明一點去想 如何做才是為自己國家人民 以及利益去著想的 這就是我下半段的分享